为打造我国成为金融科技中心 金融管理局宣布11项措施以满足未来需求 当中包括了探讨设立一套中央客户身份识别系统 统一行业对客户身份的检查 来看记者聂国卫的报道 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 上午在第二届金融科技节发表演说时指出 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一直以来对金融业带来痛处 因为工作繁琐 他们必须确保客户没有洗黑钱或是逃税的问题 政府率先推出MyInfo资料库 可提供金融机构客户的个人资料 方便客户开设户头等服务 接下来金管局将同本地和海外金融机构合作 探讨设立中央客户身份识别系统 金融机构以后就无需逐一地向不同机构查证 这有助降低成本提高风险管理 预计这套系统最快明年推出 金管局也宣布往后向金融机构收集资料 做监管用途时将更简便 目前当局因为不同的理由需要金融机构 承报同样的资料 结果造成不变 金管局将设置一套标准填报框架 金融管理局金融机构承报资料之后将自动的输入资料库 方便当局随时查阅 金管局也进一步的提升支付平台的功能 包括了把我国和泰国的支付平台对接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把钱从新加坡转到泰国 这届的金融科技节吸引了两万五千人参与来自约一百个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